第四百三十二集 田木剑张卫宇说话了,这才笑道 那我就直说了,娘们儿嘛,就算成了武者,就算成了强者,那也是优柔寡断 都到这份上了,大战随时会开启,这时候你居然跟老子说闹大了不好,开国际玩笑呢 这时候,那是死一个少一个,没有方平,没有老吴的神兵,这次能打起来吗 打不起来,就百兽林这些禁敌和这些城池 说是不往来,实际上你知道那些妖兽,就真的不仇视咱们 现在,逼得天门城主暴露了神兵,这才是好事 就算双方最后和解了,恐怕也没之前那样亲密 反而各自多几分防范,别说妖兽没打来,打来了又怎么样 所谓的守护一族,难道不是妖兽妖职 你们自己安慰自己呢,还真以为真到了大战的时候 这些妖兽和妖职会做事啊 南部长,你在京都地窟是不是太安逸了 你可别告诉我,京都地窟的妖兽跟你是兄弟姐妹 少扯淡 田木骂骂咧咧的,粗口不断 说得南云越是脸色帐红不已 他一个快到九品绝颠的部长 被人骂得都不知道该不该回骂回去 一旁的范老忽然踢了他一脚 再次训斥道 好好说话 田木也是七十岁的人了 不过范老年纪很大,上百岁了 被踢了,他也没话说 轻渴一声,田木笑呵呵道 别介意啊,你们选择重要的庭 我的意思是,甭管这次是方平有意还是无意的 那都不是坏事,是好事 你们不喜欢这俩小子 我是真喜欢的 这样,魔物要是照不住 来军部 两人给我打下手 当个将军没问题 什么不许下地哭 撤犊子呢 嗯,好了 我不骂了 大家别瞪眼啊 田木见自己说完 众人都瞪着他 笑了一声又道 哈哈,总之,事情是好事 老吴说有事他担着 没那个必要 我人类,我华国 还没有委屈求全的时候 真要来了,杀就是了 怕牺牲怕死 那就不要开战了 干脆让地哭强者进入人类世界 咱们一起往太空逃 多好 南云月宁没到 田将军 我知道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 现在不要过分刺激这些 地哭强者和妖族 南云月并非切战牌 到了距离九品绝点 只差一步的地步 他也征战过无数次 可京都那边包括整个人类 其实目前主流思想都是托 将大战拖延到最后的时刻 给人类争取时间 田木吃笑道 哼,懂什么 一看就知道光会动手 不会动脑子的莽夫 田木 南云月怒了 你真以为滚刀热我就拿你没办法了 田木甘笑道 哎哟,习惯习惯 继续,继续说 我的意思是 不能一味地示弱 这样不行呢 其实我的意思是 必要的手 打一次大战 田木眼神冷立了起来 沉声道 一味地弱 只会让人觉得人力可欺 可灭 可辱 弱者无外交 这话其实是通用的 你们一味想着拖延 那是没用的 必须要打通了对方 让对方知道我们的强大 知道我们不怕鱼丝网破 这样一来 才能拖住对方 没有万全的把握 他们就不敢全面开战 所以 我已经向军部提议 当然 那是之前 之前我提议 天南地窟开启之后 我们直接聚集大批老倍强者 包括我们这些军中武者 一起杀进去 杀他个血流成河 现在 我要建议 不用等天南地窟了 就在魔都地窟 趁着妖族和他们不合之计 双方 没有和谈之前 干一次大的 彻底剿灭天门城 东魁城 地窟十三城 妖之一脉有六城 灭了这两城 还有四城 一不做二不休 全部灭了他们 于海山深处 还有几位前辈作真 这一次 让几位前辈拦住对方 露出生死搏杀之态 吓住对方 吓不住 那就彻底战一次 哪怕陨落一两位 也要吓住他们 镇住他们 我被武者 宁愿站着死 决不跪着生 就看这些前辈 敢不敢豁出去 干一次了 众人震动 南云月咬着牙 半晌才到 一旦引起了全民大战 你田木淡当得起 这样的责任吗 田木淡淡的 那我不知道 谁知道那时候 我还在不在 可总这样不是回事 我们一直束手束脚 无法全力以赴 你南云月可以斩杀 天门城主吧 同为九匹 你并非绝颠 可你敢杀他们 你不敢 可他敢 他要是比你强 他就敢杀你 难不长 这样的日子 真的够了 京都地窟 为何可以安享 多年平静 杀怕了对方 是 我们也死人了 可对方死得更多 打怕了他们 自然就能迎来和平 南云月叹息道 可现在 京都再次爆发成章了 我知道 可起码迎来了几十年的和平 几十年下来 咱们也稳固了防线 别的地方不说 京都被攻破的概率极小 怕什么 田木笑呵呵道 所以啊 我想在魔都 也来一次 这一次打下来 魔都 也许就可以安生一些年 刚好 方平这小子 给我找到了机会 死人那是正常的 哪有打仗不死人的 又不是国家家 可我们死人 对方也死 我们不怕 我就不信他们不怕 东奎城算什么 我们征战沙场 长的百年 短的几十年 就这群没打过几次战斗的家伙 也敢跟我们死杀 笑话 若不是有所顾忌 贩老挡住九品 我带人杀光了他们的中低品武者 我看留下几个高品 还能掀起多大风浪 田将军 张卫宇轻声道 这事还要三思 你要明白 每一位九品绝颠 都是我们人类的脊梁 两年前 因为杨前辈陨落 爆发了天南之战 如果这一次再有前辈陨落 那就是灭顶之灾了 田木语气森然道 再等下去 也是灭顶之灾 诸位 这事 还得从长计 一旁的寇边疆 插了一句话 轻声道 再考虑考虑吧 若前如何决策 还得等中央和军部答复 至于方平一事 无关大局 不用太过在意 寇边疆打了个马虎眼 田木撇撇嘴道 我觉得这小子不错 干得漂亮 比你们这些 九品 顶用多了 说着田木看了一眼方平 而此刻 方平呲牙对他笑 老田这么看好自己 这么夸我 我会不好意思的 也会骄傲的 田木确实愣了一下 他愣住了 其他人也愣住了 半晌 田木忽然道 他听到了 方平脸色一变 田木忽然一伸手抓住了他 暴怒道 混蛋玩意儿 你在偷听 方平一脸茫然 摇头道 没啊 滚蛋 田木去的半死 南云越几人也一脸恼火 丢人了 倒不是方平偷听了 有啥大不了的 关键是 他们明明设立了精神屏障的 怎么会被偷听到 方平好像也发现自己暴露了 脸色变了变 干巴巴笑道 我 那个 我是筋骨 精神力那个 好像也不弱 不小心听到的 您几位 继续 不用管我 所有宗师脸色都漆黑一片 丢人了 真是丢大人了 三个九品 好几个八品 外加这么多七品谈话 被一个五品舞者偷听了 见鬼了这是 这脸都快被打肿了 不过片刻后 张卫宇忽然道 这小子不对劲呢 南云月也凝眉道 他刚刚屏蔽了气息 我们直接忽略了他 不是方平精神力强大到 穿透他们布下的精神力屏障了 而是这家伙 故意的 故意连去了气息 穿透了精神力屏障 他们还没怎么察觉到 若不是这小子自己傻乎乎的咧嘴笑 他们真没在意他 南云月忽然又道 他去过天门城 可能深入了天门城 也许还爆发过 吴校长神兵的气息 很狡猾的小子 方平嘴角抽动了一下 张卫宇阴森森道 本事很大嘛 既然这么大本事 那以后 情报的搜集都归你了 得了吧 田木忽然撇嘴 摇头道 你想他再次 引发几次大战吗 没准备好 趁早死了这条心 张卫宇语塞 说得好有道理 让这小子去搜集情报 他怕情报还没到 人类就已经和地窟开战了 方平干笑一声 小心翼翼道 诸位宗师 咱们 咱们华国 九品决天的强者多吗 众人都不说话 锦区那边呢 锦区那边的什么情况 姚明和妖职一脉 已经达成协议联手了吗 地窟的天才 都在禁区 为什么都不回来了 禁地的妖术妖职 和地窟城池的关系如何 人类真的不是对手 一点希望都没吗 逃的话 有合适人类生存的空间吗 咱们华国传说中的那些神仙 有人还活着吗 刚刚张镇手说的 杨前辈陨落 是华国的决天强者陨落了吗 方平是满肚子的疑惑 此刻都趁机抛了出来 此地 一位三部部长之一 一位四大镇手室之一的 九品强者在 方平觉得 他们肯定知道很多绝密消息 之前偷听 其实也是为了了解更多的高层信息 没想到 被夸的有些情不自禁 暴露了 还有 吴奎山和黄景这些人也在这 这些老头子 是不是也对他隐瞒了什么 强者的话 都不可信呢 忽悠别人忽悠多了 现在方平怀疑 这些老头子可能一直在忽悠他 也许这些家伙都知道内幕呢 等他问了一阵 张卫宇轻轻摇头道 该你知道的 你自然会知道 不该知道的 也不用特意去弄清楚 方平叹息道 唉 关键是 我准备过段时间去禁区转转 不弄明白了 我去了不知道怎么办呢 沉默 四季般的沉默 许久 吴奎山开口道 放心 我会看好他的 地窟 短时间内不给他进来 刚刚 南云月说这话 他是直接反驳 现在 吴奎山觉得 是时候 给他拉黑名单了 这小子 没风吧 他要去禁区 就连田木也忍不住 捶了捶脑袋 叹气道 魔毒地窟 短时间内 别给他进来了 我只想在南云月打一场 还没想到 直接打到禁区去 方平甘笑道 诸位前辈 我开个玩笑而已 您几位还当真了 众人纷纷看着他 又看了看远处那些 还没散去的酒品围殃 你开玩笑啊 我们真的不敢玩笑 你真要跑禁区去了 又招惹了大祸出来 在场的这些人 没一个有能耐 帮你擦屁股的 吴奎山在魔毒地窟内 还能稍微撑着点 禁区顶级强者出来 吴奎山秒贵啊 你不缺资源 好好修炼 滚吧 吴奎山一脚踢开了他 他现在有些不想看到方平 甚至都有些同情黄景 这老家伙之前 会不会被吓得尿扣子 难怪之前看到他 他一言不发 脸色漆黑 比自己丢了神兵 都要脸色难看 今天只是 几十道九品威压而已 哪天方平招惹出了九品绝颠 大家都得哭 不对 几十道九品威压而已 吴奎山忽然不寒而栗 我猜八品呢 为何会产生不过如此的想法 吴奎山觉得自己膨胀了 方平则是比他还要膨胀得多 被吴奎山一脚踢开 方平顺势就捏起了 秦凤卿的大光头 秦凤卿眼神凶恶 这家伙可不是善茬 现在能量时到手 方平还敢欺负他 他可是会反抗的 不过 当看到方平塞了一颗百脆果 进了他的口袋 秦凤卿顿时笑呵呵地探头道 没事 尽管摸 对了 要不按时收费 一分钟来一颗 一二的 旁边众人都是暗骂不已 骨气呢 打他呀 丢了百脆果 这种鸡来之时也要 丢不丢人 丢啊 众人心里都狂好 丢了 他们捡起来就不丢人了 秦凤卿显然不是那种人 开玩笑 一枚上千学分呢 关键还买不到 傻子才会丢 摸摸大光头怎么了 又不会少块肉 不过 这家伙心里有笔账 等方平摸了大概十几秒 他不干了 晃了晃脑袋 甩开了方平的手 再摸 还得收费才行 方平失笑 也不继续折腾这家伙了 侧头看了一眼一旁的诸位宗师 嬉笑怒骂 这些人真的有那么轻松吗 数十道九品为压横空 一旦爆发大战 牵连到了希望城 有人会退却吗 今时今日 站在这里的宗师强者 恐怕都抱着必死的决心来的 田木骂南云越 南云越真的就是窃战派吗 真要怕 也不会来了 他号称九品决颠之下第一人 那又如何 他能对付几个九品 三个 还是五个 最后 是通道口 是通往人类世界的通道 是几千万人口的魔都 一旦情况有变 其他人都可以走 他们可以走吗 将战场定在地窟 这是人类百年来 从未改变过的理念 魔都地窟不比天南地窟 天南地窟可以封锁 魔都地窟通道稳固多年 就算可以搅动能量造成混乱 最多三五天便可以平息 这种情况下 这些宗师强者 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的 是 摩擦